你觉得你第三季来的时候 还是有点受恐 我那时候恐 就是跟现在不是一个状态 如果现在让你回忆 你觉得那个节目对你人生 那不是我人生的最大的转折点吗 大家好我是蒙恩 我是伺候甲方的 你们都听到一个词叫甲方爸爸对吧 我其实一直不理解 为什么对待甲方像对待爸爸一样呢 我觉得你们应该跟我都一样 就是你对你爸不会那么好的 如果真按照我对我爸的方式 我跟甲方沟通 我是这样跟他打电话的 喂 行行我知道 我都知道了 你又不懂 没事挂了 你把钱打过来不就行了吗 这才是对待爸爸的正确方式 所以我就觉得 怎么能拿甲方的爸爸呢 我一在我心里 甲方一直都是孙子 你们想象一下 只有孙子 才会给爷爷提出那么多无理的要求 面对孙子那么多无理的要求 爷爷都会心平气和地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爷爷心里明白 这孙子他其实什么都不懂 只要把正好这个心态之后 我再去见甲方 我真的不会有任何的不开心 我都特别开心 我都走咯 回家抱孙子去咯 看我这个愚蠢的孙子 今天有什么愚蠢的想法 甲方马尔说 萌恩啊 我们要改方案呀 没问题 改 我觉得这个颜色不够红呀 改成世界上最红的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logo不够大呀 改成我头中大够不够 乙方你真好 没有 甲方你真可爱 而且我跟你们说 我遇见过最难伺候的甲方 是什么样的吗 是那帮搞金融的甲方 他们真的特别装 当年我还在北京 然后有一个搞金融的甲方 他叫刘总 我为了跟他套到近乎 我就觉得 男人之间嘛 就聊一些运动的话题 我很身上运动 不会冷场 我就问他 我说 哎 刘总 你平时喜欢什么运动啊 刘总说 我平时比较喜欢滑雪和潜水 我仿佛都听见我心里面 足球篮球乒乓球落地的声音 墓地上那么多运动 你不喜欢 平平跳两个上山下海的 但是话已经赶在那了 我必须跟刘总聊下去 说 哎 刘总 咱俩喜欢的运动还挺像的 哦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滑冰和憋气 但是没想到 刘总还把这个格调往上升 刘总说 但是我滑雪 一年只滑两个月 因为阿尔卑斯山上的雪 只有那两个月是最舒适的 巧了 我滑冰也只滑两个月 哦 为什么 因为时差海开车 他们就关门了 真的特别讨厌 就有点钱就装了 你知道我前段时间去外滩的一个 非常高端的酒吧 讲了一场脱口秀 那一边的观众更都很端着 就是我像每一个脱口秀演员一样 非常真诚地和他们互动 今天谁是坐地铁来的呀 他们甚至会假装没自我地铁 有一哥们刚想举手 旁边说放下 然后讲了一个地铁段子 特别冷 没人笑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郑中娟坐了一对情侣 那个女的就举了杯红酒 这么看的我 那个表情就好像 地铁是什么呀 她男朋友更讨厌 她男朋友直接这样 求人的交通工具吧 这不是最可气的 最可气是我外滩演完 出去陆家最大二号险的时候 碰见这两个二货了 地铁来的 我说这是什么呀 和鞋号吗 我说你们俩 这坐地铁回哪儿呀 结果万万没想到 那个男的回答了 一个非常有哲理的答案 他说 回到现实 掌握好一本卖影 是多么的重要的 然后我住的那个民宿 也非常的差 我的那个淋浴室 下水道堵了 我那个 我的女朋友就去 那个打电话找老板 就是我这时候 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英语好的人 和一个英语不好的人交流 会非常有障碍 但是如果一个英语不好的人 和另一个英语不好的人交流 那简直是沟通无国界 我女朋友英语还行 但是她就 下水道堵了 这种比较生活化的东西 她也解释不清楚 那日本老板也听不明白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说我来我来我来 那一天后就说 You know 就是你们知道 英语好不好 你说话先You know呢 You know My best room 下水 underground water 我女朋友当时就像你们这样笑我 她说underground water 你怎么不说你是underground rapper呢 但是你们知道 那个日本老板说什么吗 那个日本老板说 underground water 哥们听懂了 到了最难的地方 堵了怎么说 我当时想想 My underground water Yesterday But today 5分钟不到 老板拿着皮肠就上来了 在线下的时候真的太难了 而且那时候我给别人写稿 别人还经常欠我稿费 有一个公司欠了我2000块钱的稿费 我去跟他要的时候 他说你先不要急 我们公司呀 是京东控股的 现在呢 阿里巴巴想要收购 马上就要收购完成了 收购完算完账就给你 过了几个月我再问我说 就你们这谈判谈得怎么样了 对方跟我说 谈判陷入了僵局 他这个话就是 我问钱都是谈判马上完成了 我一问就陷入僵局 就感觉阿里巴巴和京东 之所以谈不懂 是因为他俩商量不好 谁该给我这2000块钱 我以为这事已经算完事了 后来我有幸接了一个节目 我就被这个编成段子 去节目上讲 然后导演不让我播 导演说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呀 在腾讯播 不能提那两个企业的名字 我当时觉得我也太厉害了吧 我一两千块钱的段子 居然卷入了腾讯 京东阿里这三大财产团的 信案窝之中 我当时很难过 我还跟我妈说了 我说本来有机会上节目 结果因为同心阿里这点事 然后我没法播 然后我妈当天晚上 就发了一个朋友圈 是我讲兔属的一张照片 我本来以为他是在安慰我 结果对他配文社 我儿子太厉害了 马云和马化腾都喜欢 他的脱口秀 但后来节目组说 可以给我播 但前提是让我把那些 企业家的名字 替换成 大家都能听明白的一些代称 所以我那个段子 就变成了什么了 我那段子就变成了 我给小狗的一家公司写段子 小狗不给我钱 小狗说因为他正在 和小猫谈收购 我本来就是告诉小企鹅 想在他的平台讲 小企鹅不让我说 因为小企鹅说 他的平台不想出现 小猫和小狗 我妈听了之后说 哇 我儿子太厉害了 大马和小马都喜欢 他的脱口秀 打了马的脱口秀 还是脱口秀嘛 然后我女朋友 每次都要问我 你觉得这衣服好看吗 我真心觉得还行 他说我在浮衍的 然后下个我说好看 然后他又问 那这件好看 还是这件好看 我说都好看 他又觉得我在浮衍的 那种感觉 好像我在做那种 以前的情感杂志 那种测试题一样 对吧 就第一题 你觉得这衣服好看吗 A好看 B不好看 C还行 我选C还行 跳到答案页 你是类型B 敷衍型男友 好了 我重做一遍 第一题 第一题我选A好看 好 跳到第二页 第七题 这件衣服好看 还是那件衣服好看呀 我选C都好看 跳到答案页 你是类型B 敷衍型男友 但是我知道的是 我一定不能说 他挑的衣服不好看 因为如果我否定 他的审美的话 我的女朋友 就会对我说一种语法 这种语法叫 疑问表威胁 你觉得这件衣服好看吗 我觉得你不太好看 你觉得这件衣服不好看啊 没有啊 好看的呀 那你刚说不好看 刚刚我疯了 所以我现在看衣服 完全不看它的版型 设计 或者是什么样东西 我只看我女朋友的脸色 她每次只要一问我的时候 我心里就会跳出一个小太监 哎呀 这老佛爷 今天是怎么想的呀 后来我发现 其实不是所有男生 都有这样的困扰 你想要和女生 非常舒适地逛街 你只要做到一点就OK了 就是别把自己当成男朋友 你把你当成她的男闺蜜 真的 因为有一回我在街上 看到一个女孩 和她的男闺蜜在逛街 然后女孩还是很正常嘛 就是你觉得衣服是好看吗 然后那个男的直接 男客死了 你永远不要穿这样衣服 出现在我面前 然后那个女生 就乖乖地去换衣服去了 我觉得我掌握了 这个事情的奥义 这时候我女朋友 从十一间里出来了 她问我说 你觉得这样衣服好看吗 我说难看死了 她说滚 你永远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为什么大家上班 就一定要起一个英文名字 就是我之前去一家传媒公司 然后新人注视大会的时候 他们的英文名字 都是特别的腐化 都叫什么 Stella Emily Christop 他们那种名字听起来 就好像是 国外电影里面 男女主角齐的名字一样 而我的英文名字 叫鲍博 他们介绍完这个 我肯定不好意思说 我叫鲍博 鲍博听起来 就像是Stella 养的一条狗一样 然后那巴巴巴巴巴 一个介绍 马上就到我了 然后问 小伙子 你怎么称会啊 我集中生智 James Bond 我就真的受不了 别人跟我说那些英文 是中文里面带的英文 尤其剑客户子 更是这样的 哎呦 这是我们的项目 Leader Stephanie 你们这个slogan不行啊 Rondon记得及时发给我们 我那时候真的特别生气 我就特别想 我旁边能站一个无精 然后我就理直气壮地告诉他 这里是中国 我也很害怕 我很害怕和领导吃饭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那个部门 甚至培训过 如何和领导在饭局上聊天 它是这样的 就是你首先呢 要顺着领导的话说 聊一些共同话题 然后有一个方法 叫赞美请教表态法 为了方便机 还有一个手势操 是什么样的 就是这样 领导说了一个事之后啊 你就说 哎领导 你这个事可真这个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要是我 我可不行 我第一次和领导出去吃饭 那天我们吃的是小龙虾 我就坐我领导旁边 然后领导跟我说 哎摩恩啊 我特别爱吃这个小龙虾 但我就是不爱疤 我当时一天我说 这共同话题来得太顺了吧 这天助我也 我说是啊领导 我也不害怕呀 紧接着 手势操呼之欲出 领导 你这个爱好可真这个 是谁把你灌成这样的呢 要是我 我都没脸说出来 我们经常会吐槽 自己一些没能力的老板 对吧 然后说他们站在风口上 猪都会起飞 但是我那个前老板 更厉害 他是那种错过了风口 自己要起飞的猪 就是什么伙子 他就跟风做什么 我真的不明白 一会儿做公众号 一会儿做短视频 做公众号的时候 他要求我一个月 写出五篇十万家 我说 我说这不现实不可能 他说你想办法呀 你实在不行 你可以动用那个WA呀 我说什么是WA 他说 Water Army水军 我说你这种词 你都能缩写 那你真是个 Super Boss 跟这种不懂装懂 还有瞎指挥的领导 一起在开会 那种什么感觉嘛 就感觉你是超级英雄 正在拯救世界 你的同事呀 都是什么绿巨人 美国队长雷神 大家焦头烂额 这时候你老板 突然出来说一句话 我前老板花了十几万 上那个总裁班 上商学院 我真的特别心疼 因为我觉得 他的那些学费 全是我打工 挣出来的钱 而且他们上学 不是为了学习 就是为了交际 对吧 有一天我工作 我加班到了半夜两点钟 然后就看见 我老板发了一个小视频 是他们商学院的同学 正在KTV里面 唱歌喝酒摇骰子 而我的老板 正在和一个 年轻貌美的女同学 合唱一首广岛之恋 我当时真的特别生气 我终于体会到 那种为人父母心酸和气氛 你明白吗 我当时真的特别想 冲进那个视频里 然后找到我的老板 然后指着他的鼻子骂 就是我一天到晚 辛辛苦苦上班 供你上学 就让你来学校里 干这个的 所以我想明白了 当老板 是这个世界上 最快乐的职业 我以后要当老板 我现在做 拓修的最高目标 就是要收购这家公司 大家好 我是杨丽 比如说 为什么这个行业 女拓修演员这么少 我哪知道啊 问我干嘛 你咋不直接问我 这个世界贫富差 就为什么这么大呢 这太难了 我要为这个事负责吗 又不是我把其他女演员 挤走的 你去问斯文呢 而且我没想到 他们今天连斯文都想挤走 而且就这几个女演员 你们还分不清呢 录完以后 有多少人来问过我 说你在车间的生活 过得怎么样 因为行业女生少 不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吗 很多行业女生都少 比如说 在现在最现代化 国际化的行业 复仇者联盟里 最开始六个超级英雄 是不是也只有黑寡妇 一个女的 而且这个组织 还敢叫复联 最令人生气的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你知道 黑寡妇的超能力 是什么吗 我特意去网上查过 黑寡妇啊 她因为被苏联的军方 特别精密的基因技术 特别用心的基因改造过 所以她衰老的速度 比别人慢很多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超能力 是要怎么拯救世界呢 是把坏人活活熬死吗 但是我虽然老抱怨 我作为一个女生 我有时候想到这些 我就很烦 但我其实知道 我其实处境没有那么惨 我有很多选择 只不过我没选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节目 我就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我努力写 写不出来硬写 像这些男演员一样 但是 但是其实我也可以选择不写了 你知道我就直接不写了 然后等有空的时候 去敲李戴的门说 我写不出来 喜剧太难了 李戴也不开门 我就去敲成路的 成路也不开 我就去敲建国的 我一路敲到底 敲进总决赛 脱口秀敲门人 我觉得很多男生 可能都有点误会我了 他们就觉得 我天天在台上讲段子 感觉很凶 好像很喜欢攻击男生 我是不是讨厌男生 没有 恰恰相反 我是因为喜欢你们 才攻击你们的 真的 我太喜欢你们了 我都不忍心谈恋爱 因为我没有办法 在众多的你们当中选出一个 我会想说 像男人这么美好的东西 竟然还要选 你知道男人不光美好 还特别神秘 就是宁愿也猜不透 他那小脑瓜里 到底在想一些什么 就是他明明 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 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 还有男生跟女朋友 吵架的时候 他们特别爱说 能不能 不要这么无理取闹 能不能理智一点 我每次都想说 大哥 所以你觉得 他当年之所以选择 跟你谈恋爱 是因为他比别人理智吗 而且谈恋爱 为什么要是理智的 谈恋爱要是理智了 跟单身有什么区别 他要是想理智 他要是想展示 他的逻辑思维能力 和文化知识水平 他为什么要谈恋爱 他去工作就好了 他为什么要浪费时间 跟你谈 他每天下班以后 都跟自己经理谈一谈 说不定还能谈成副经理 有一次我失恋了 我就和一个男生朋友说 我说 我失恋了 他跟别人跑了 然后那个男生朋友 跟我说 那也是没有办法 第一次就觉得 他很优秀的 你有点配不上他 我说 那你当朋友才跟你说的 我说 你别拿我当朋友了 你拿我当个人吧 一个有感情的人 我就想 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 这些男的一定要这样 我后来想明白了 还是因为你们啊 特别自信 你会想我们女生 我们就知道 我们自己说的话 不重要 没有人在意 除了朋友在意 没有人在意 所以我们就是 朋友怎么开心 我们就怎么说 但你们男生不一样啊 你们是世界的主角啊 你们永远站在世界的中心 你们说的每一句话 都特别重要 都是智里名言 都为这个世界 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所以你们会想说 啊 这个人只是单纯地 来找我倾诉心事的 不可能 他一定是想 从我身上学到一些什么 你们就会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 教给他们人生 最重要的一个道理 那就是男的 我还特别羡慕 那些时尚超模 不是因为我觉得 他们品位好 而是因为我觉得 他们身材好 就是足够平 我太想拥有这种身材了 我这种身材特别酷 你知道吧 就显得这个人 特别有骨气 就是他身材 存在的本身 就表达了一种态度 就是对男人的 不屑一顾 所以他从你面前走过去 他都特别骄傲 好像在说 你看什么看 你越喜欢什么 老娘越不长什么 我谈谈有一个原则 就是我一定要 主动地追求别人 因为我只想和我 配不上的人谈恋爱 就是当我和我男朋友 同时出现的时候 我不想听到别人说什么 他们两个看起来好般配 这是男才女貌 我觉得不好听 你知道吧 我希望大家看到我们的时候 先沉默 然后过了几秒钟说 这个女的 有点东西 我从小就一直在幻想 如果我男朋友出轨了 当街被我抓到 该是一件多么爽的事情 就是我这辈子 就没那么有理过 你知道吧 我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无情地指责他 侮辱他 他没有办法说任何事 他见到我的时候 那一瞬间一定很慌张 眼神里都充满了恐惧 你知道 说话都开始结本说 我啊你啊 你不要会 我们只是朋友 这个时候 我根本就不听他说什么 我一甩我的秀发 然后BGM就在我身后 想起就是那种 咚咚咚 我所有爱执着的痛 很好啊 这才是生活 你说你谈恋爱图啥 不就图个热热闹闹吗 所以我跟很多女生一样 谈恋爱的时候 都喜欢逛街 不一样的是 她们都是和男朋友一起逛 而我是自己逛 我就不信我抓不到 真的 失恋也不可怕 没什么 被抛弃也不可怕 你们看过电视剧吗 你们发现电视剧里 每一个人 每一个女主角 走上人生巅峰 都是从失恋开始的 就是她都是先是被抛弃 被伤害 被欺骗 然后就突然就 奋发图强 换了一个发型 你知道吧 然后就 就每天发奋图强 变得又有钱 又漂亮 又成功 所以每次 我朋友跟我说 杨丽 我男朋友 好像在外面有人了 我都说 恭喜你啊 姐妹 你好日子 在后头呢 你知道我们这一年 已经有两个男的 说我说话 我说话像穷瑶了 当时我觉得我 杨丽 我说话像穷瑶 给我气的 就马上去看了一下 穷瑶写的东西 我发现写得真好 写进我的心坎里 我觉得 我觉得我就是紫薇 尤其是 当我面对着 我喜欢的男生的时候 我心里就会想说 我这是跟紫薇一样啊 瞎了眼了 我谈恋爱都快谈疯了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再这样下去 我挣了这点钱 将来都得被男的骗走 我再也不谈恋爱了 我再也不谈恋爱 我不追求恋爱了 我准备结婚了 我受到每天那种 在家里就是 患得患失 你想着说 他到底爱不爱我 我想过那种 很确定的生活 就是每天在家里 就是心里想 我确定他就是不爱我了 但是他再也甩不掉我了 很踏实 而且结了我以后 我再也没有之前的痛苦了 我再也不用认识新男人了 我真的每次 我真的受够了 再去听他们嘴里 那些我根本不感兴趣的 无用的知识 我还要假装很感兴趣 你知道吧 就为了让他开心 最后对自己 造成很严重的心理创伤 只能喝酒来麻痹自己 我非常擅长这一点 就是你 很简单 就是不管他说什么 你都假装听不懂 你就说 什么意思啊 你给我讲讲嘛 哇哦 好厉害呀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 不愿意再给我来杯威士忌 都一样 咱们女人啊 到哪都得伺候人 我小的时候就知道 小的时候有一次 我们家只剩一个冰激凌了 然后我妈就给我了 没有给我弟 我弟就说 妈我也想吃冰激凌 我妈说 你着什么急啊 以后这个家都是你的 我当时想说 天哪 这不就会是传说中的 重男轻女吧 但好像对我也没什么伤害 长大以后 我妈又开始逼我弟 继承我们家的家业 也就是养猪场 我弟特别不乐意 说我姐 为啥不用养猪啊 我妈说 不是说了吗 以后这个家是你的 我当时在旁边 就松了一口气 顺利上说 有他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真是英文那句老话呀 Girls help girls 我弟 真的啊 他从小到大 跟我吵架没有赢过 你知道他小的时候 有一次回来 放学回来 特别要我扬胃 说姐你知道吗 在咱俩里 只有我生的孩子 能姓杨 我说 但是你知道吗 在咱俩里 只有我生的孩子 能确定是我的孩子 他听懂了 他说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虽说是个男的 但我也是你弟啊 我说 你还是没听懂 小伙子 真不一定 你们已经能感觉到了吗 我已经出卖灵魂了 现在我每天干的工作 都特别荒谬 我就往镜头前一坐 让一个镜头对着我 我就说 我觉得人最重要的 就是做自己 不管别人说什么 都不要因为别人说的话 而改变自己 然后客户说 杨丽 你在镜头前 最好不要抖腿啊 我说 好的 没问题 有一天 我收到一条评论 然后那个微博评论 就是说 姐 我也觉得 男的真的好 可是为什么 我还是好想和他们谈恋爱啊 我当时脑子里就闪过一句话 就是 海内存知己 对啊 我最近他听懂了 在这么多观众之间 他懂我 你知道吧 他从我那些 看似犀利的言语中 听出了我对男人 满满的爱 很多人就说 我在讨好女观众 我没有 我想讨好的 明明只有男观众啊 只不过没讨好 讨坏了 这可把我骂的 你就感觉 我是这个世界上 最可恶的老巫婆 感觉他人生中 所有的苦难 都是由于我说了一句 你为什么看起来 这么普通 却这么自信 就是 你们 那也太能讨好了吧 就我感觉 我说啥不对 我说你是个垃圾 你肯定是不乐意 对吧 但如果我说 你是个好人 你也觉得我在侮辱你 现在我说 你是个普通人 你也不高兴 那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见人 见智的事情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不应该这么说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你知道昨天 我给杨本讲了 这个段子 我说你觉得怎么样 他听完以后 他说杨丽 你在挑战男人的底线 我听完以后 我特别震惊 我说男人 还有底线呢 四年 我在段子里也讲了 我生病了嘛 我去做了一个手术 然后我在摘除 那个子宫内膜吸肉的时候 做了一个 弓腔镜的手术 那个手术 是一个男医生 帮我做的 就是 我一进那个手术室 我就吓坏了 因为那个医生 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是说躺到床上去 就是整个过程 都特别专业 然后没有丝毫的尴尬 或者是不愉快 那一刻 是我今年过的 感受最好的一刻 就是 那种感觉 就是我第一次 你知道吧 一个男人站在我面前 然后我躺在那 然后我们两个心里 都非常坦然 就是没有任何杂念 就是他就是为了救我 我觉得 我已经不只是一个女人了 我就是一个人 你就想活着 你知道吗 他也不想骂我 他就想救我 然后 在那个麻药上劲之前 我就听到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说我现在感觉自由 大家好 我是一个独生子女 我是一个独生子女 我最近过的不大才好 因为我的老板特别奇怪 有一次晚上 我老板凌晨三点给我发微信 我没有回 他觉得完了 李悦琴死了 然后吧 他大概给我打了能有二十多个电话吧 终于在他决定报警之前 把我给打醒了 我一接电话 他跟我说了一句 让我特别绝望的话 他说大半夜的 你怎么还睡觉了呢 然后我就觉得不行 这日子不能这么过了 第二天我就给我妈打电话 我说妈破工作太累了 我老板脑子有病 我压力太大了 不想干了 要不回家种地得了 我妈说挂了吧 咱家没地 我说妈你等一下 咱家没地不要紧 现在不是可以去给别人家种地吗 我给我饭就行 那咋子不比上班抢啊 我妈说傻孩子 给别人家种地 那就叫上班 你们看啊 这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现状 没钱 没地 没退路 只有一个无情的母亲 到家的时候 我老板说 你下车吧 我抽根烟再走 我一看这不行啊 我说老板 我来给你点上吧 老板说不用不用 我说来吧 他说不用 我说来吧 他说不用 我说来吧 话音未落 老板车让我烧个窟窿 这个车它当时没让我赔 而且还不提 就好像这个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搞得我特别慌 我天天提心吊胆的 我就琢磨呀 你说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良心发现了吗 不应该呀 你说当老板的哪有那玩 到最后啊 到最后 这个事我思来想去 只有一种可能 他暗恋我 哎呀 当时啊 我一下子就想通了很多事情啊 怪不得呀 你说他为什么半夜三点 还给我发微信 想我 男人 男人 然后吧 我就把这些事跟我妈说了 我妈真的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啊 她听完之后就跟我说 姑娘 你老板喜不喜欢你 妈不知道 但是我听你说完 我感觉啊 如果你精神没啥问题的话 你有可能是喜欢你老板呢 我当时一听真的 我倒吸一口凉气 完了 两情相悦了 真的哎 这个秘密让我发现之后啊 我可真是太快乐 我有时候上班 我想着想着 我都能笑出声来 我同时说雪芹 你笑啥呢 我心想 还雪芹 珍惜这段时光吧 过几天 你就得管我叫老板娘 关于上北大这个事啊 太多人质疑我了 每次我直播啊 都有人说 李雪芹 你真是北大的吗 我说是啊 你这样怎么能上北大呢 哎 我说我这样怎么能上北大 就我这样 我但凡正常一点 我长得好看一点 我都上不去北大 有一次就把我低级了 我气坏了 我说啊 北大不是我自己考上的 我爸花钱了 这个时候 他们开始质疑另一个问题了 你爸是干啥的 这么有钱 我说啊 我爸倒腾西北风 从咱们东北 往东南沿海地区倒腾 那地方 那晚上东北产能过剩 南方没有 我爸一年挣老鼻子钱了 现在所有人都觉得 我家是干风力发电的 李雪芹 铁岭风电小公主 家里全是大风车 我找对象就比较困难 我之前一直觉得 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 但我有很多男性朋友 他要跟我说 不是的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啊 我们找对象就不找好看的了 我一心 那不正好轮到我了吗 我说那你能不能跟我搞对象啊 那他说啊 那我倒也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为啥不跟我搞对象呢 他说你看啊 你好歹是一个网红 我怕咱俩分手了 上热搜别人骂我 我说我也没有 红到能上热搜的地步吧 他说嗯 你对你自己的理解不够深刻 凭我对你的了解 这个热搜你是肯定会买的 我说那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呢 他说这么的 略行 我给你吃一个招 你呀 你就上脱口秀大会 脱口秀演员喜欢上热搜 然后呢 我就来了 我行的这回 我到这 真的呀 我高低整一个对象回去 越幽默越好 那过日子多快乐呀 所以现在啊 我就看着台上这些演员 他们在台上 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幽默 虽然这是一个比赛 但是我不觉得他们想战胜我 他们就是想得到我 那是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在我十四岁生日的那一天 有一个男孩跟我表白了 他当时单膝归地 捧着一束玫瑰花 对我说 李雪芹 我喜欢你 咱俩搞对象吧 那个时候 我对他说出了 我这一辈子 对男性说过的 最硬气的一句话 我妈不让 十一年过去了 今天是我二十五岁的生日 真的 在这里 我想对十一年前 就读于辽宁省 铁岭市 开远线 第八中学 八年级三班 一位姓徐的男生说一句 我妈让了 其实上一场我就感觉我要淘汰了 当时我在台上一顿乱喷 从导演到演员到李淡 挨个喷一遍 像缺心眼似的 完了我还晋级了 晋完级 今年让我讲遗憾 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 人得罪完了 比赛还没有结束 我就不明白 你说半决赛了 为啥让我们讲遗憾呢 你让那淘汰的四十个人上来讲啊 我遗憾啥呀 大家好 我猎勤 我一不小心进前十了 不可太遗憾了 反正我的梦想铁岭就能实现 我就想要锅包肉 熏鸡架 铁锅炖蛋鹅 所以 所以 你们真的不用再为我感到遗憾了 你有你的选择 而我 选择王建国 今天这个衣服 你们也能看出来了 我现在 挺膨胀 就膨胀到啥程度 就我走路上 来车我都不躲 那司机一看见我 嘎就自动停车 因为我 红 有一天我妈着急猫慌 给我打电话 说姑娘 我听说你进娱乐圈了 那圈男女关系可混乱了 你加点小心吧 妈 实不相瞒 这就是我进入娱乐圈的原因 我说那我想了好几天 我也没想要来 我老板说 我给你想一个 你这么拍 指定能上热搜 我说啥 他说 李雪芹 酒后顺长江漂流30公里 老板 这个视频得咋拍呢 我老板说 这个视频最重要的就是真实 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客户同意了 但是客户说了 我是东北的 希望可以从黑龙江开始漂 我极力反抗 我说老板 你不能这么霍霍我 我老板说 我看过数据分析 像你这种突然红起来的 生命周期普遍都很短 得抓紧变线 你说老板 人家说的是职业生命短 不是我这个人生命短 但其实我红起来也挺意外的 你想今年这脱口秀啊 王勉脱口秀冠军 王建国脱口秀亚军 李雪芹脱口秀亚军的CP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有人喜欢客这个CP 完了上完节目就天天有人问我 你跟建国咋样啦 有一段时间我天天做噩梦 我有一回梦见我跟王建国结婚生子 我生孩子的时候 医生问宝大还是宝小 王建国说我保密 其实我有时候挺复杂的 我会觉得它就是改变了我的人生 这个结果也挺好 对啊 但是就不可能有纯好事 但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纯好事 我没有想到那个节目给我带来什么不好的 但生活变了也变累了 还行吧 但我感觉我通过观察 我觉得你们从第三季到第五季 心态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上一季感觉大家格外的压力大 对 但是其实这一季压力更大 为啥呀 因为这一季我们经历了好多事 就开始是疫情嘛 隔离了那么久 搬到青岛就开始猛开赶 就也没休息 录到一个半月以后 脱口秀大会就开了 我们一个段子都没有 然后就要比赛 然后大家又在意脱口秀 其实别的玩意输了也就输了 到脱口秀的时候大家又特在意 嗯 然后搞得大家情绪都很大 能撑下来真的挺不容易的 他还好 他走得早 对 对 我去脱口秀大会的时候都非常的 那些期都很奇怪 展开说说 我最近的一次去脱口秀大会 因为很多年没有找我去的 我们节目现在都挺大牌了 那次去的时候是张不洋退赛 那个Rov宣布他离婚了那期 那是有年头了 对 我去都看啥了 我说今天怎么这样 大家也很沉重 那今年七七这样 就是 七七都有事 今天我看好多人都落下了真诚的眼泪 是 都是毕业的 都是 就是 录得难受 可能还是 你们有那种盲说过脱口秀吗 就是现场其实没有观众 经常 当然 因为我今天 之前在家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 经常会跳出贵公司的很多人 什么 你看就是盲说过的 因为他就是没有人 其实当时下面会有一些工作人员 对吧 会 工作人员的假笑会让你更尴尬 对 就是 他是好心啊 他就是想让你录得更舒服 如何假笑呢 可以 你讲一个 雪芯今天偏分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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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等了 都习惯假笑 嗯 好 哈哈哈 不是 问题是 我 我跟你讲 其实我们仨修挺自然的 实在 因为他们没有 老贾 他们没有我们 他笑的自然呢 对对对 而且你一起笑会互相启发 对 他一笑 我开始是假笑 我听到他的笑声 以后就变真笑了 是是 然后我看他笑 我也变成真笑了 互相 朋友之间